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印度 中东 欧洲一个走廊 当然很多专家就觉得挺搞笑 他从科学上就不合理 从孟脉出发到阿联酋 这是走的海路比较便宜 然后走陆路 整个沙漠铁路过去 然后到了那个地中海 又得下海 知道吧 然后到了欧洲又上来 这个很好玩 这老子就有个问题 然后谁出钱不知道 关键是出了钱 无论还搞不出来 美国 印度这个铁路 三天两头出事 人家放心吗 货物给你 弄了一半货没了 所以我觉得挺搞笑的 但是反正确实他重视 对吧 去印度参加G20 然后对印度进行访问 完了呢 9月4号就到越南了 而且好像他很早就宣布了 要去越南 要说成果呢 一个就是定位 他们俩把那个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 就比以前定位要高一点 然后做了很多许诺 在很多领域 供应链 半导体方面合作 但是也是弄完了以后吧 美国媒体在研究 好像也没有什么实际成果 就虚的承诺多 真金白银少 这个 越南呢 当然乐观其成了 是吧 有一个超级大伙来找他 提升越南地位 挺好啊 但越南我觉得还是很聪明的 保持低调 跟美国保持距离的 实际上 美国很多很热情的提议 越南回答是比较冷淡的 因为 那几个原因 一个呢 越南还是重视中美关系的 他知道中国是邻居啊 搬不走啊 一千年以后 他还是邻居啊 一千年以后美国在哪 不知道的 知道吧 这个他想得通来 再一个还清楚 就现在越南 越南聪明人啊 越南是很聪明的国家 他知道美国给不了实惠 现在美国啊 国内困难 而且呢 越来越自私 知道吧 竟想着收割别人 不是那个 分享利益啊 就美国越来不像一个带头大哥了 真正江湖上做大哥 他要是 又得大方啊 出手阔绰啊 得分享利益 美国不是 美国整天琢磨着 收割 然后敌人收割不到 收割盟友 现在 所以呢 越南我觉得清楚的很 第一 中国不能得罪 第二 不能被美国当枪使 因为美国这个家伙 有些话头 空的很 就是我以前 我讲过 美国现在没钱了 他不发奖金 天天发奖状的了 奖状发的太多 一文不知 所以 我的感觉这样 就是 虽然 他们很高调啊 搞了一个对越访问 但是成果非常有限 至于说 对中越关系影响 就没什么影响 现在越南很清楚 这个 越南的前途啊 是跟着中国一起发展 跟中国对抗 肯定是死路一条 对吧 而跟着中国发展 绝对是前途无量 所以呢 我们对那个拜登啊 这前几天的那个防御啊 我们看看就好 平常心 做个吃瓜群众 挺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